去到這些廠址去探勘 那探勘之後 如果覺得有必要的話就設站 所以也不是強迫的 那目前就是都各個縣市都已經開始在進行 評估 那下週就會開始提報他們 鼠疫的這個站點 各廠牌的部分 我想就是由各個衛生局 他們自己去決定了 到底 可以提供什麼樣的廠牌 不過應該 應該是說他還要看動線 頂多只能提供一種 也避免避免接種錯誤